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正北方的一江门打开 中岛金昭如 一个连日军都称之为虐待皇的中将 12月14日指挥他的第十六师团 一路烧杀盈略破门而入 他之所以逼松井石根和柳川平驻晚进城 是因为他去处理抓到的一万个俘虏 需要有一个大好 但很难找到 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 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一处 最后 中岛的部队把这一万中国人分批引至江边 全部射死 当日 杨子江城血河 日军扣动扳机的手指都磨烂 中岛金昭如 1881-1945 中岛金昭如的16师团 是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最多 罪行最凶残的部队 没有之一 历史学家研究 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 一半以上都是16师团杀害 日本报纸上颂扬的杀人比赛 像景敏明 也填延 都是中岛金昭516师团下面的连队长 中岛有备而来 据美国贝尔基阿米尼千黄与日本国命记载 他来南京时 带来了北京特制的焚尸油 他在日本时就是个神枪手 不过专打瀑布边随风而下的只羹鸟 像景敏明 也填延 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共七个师团 其中直接围攻南京城的 是第六 第九 第十六 和第114四个师团 四个师团中 只有一个师团长 被远东军事法庭认定为假 即战犯 他就是第九师团的松井师根 其他几个啥下场呢 第六师团的古兽夫是仅次于中岛的第二杀人狂魔 在从上海向南京推进的期间 他和中岛的部队共杀害三十九万中国人 战后 中岛今朝乌和古兽夫被盟军司令总司令引渡回中国 这两个昔日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学员 现在面临同样的下场 古兽夫被押借回中国南京老虎桥监狱 经过公审 1947年4月26日 在南京与花台被执行枪毙 而第十六师团的中岛 今朝乌 在听说 自己要被押回中国受审时 因丹京受怕一命无物 1945年10月28日死于甘硬化 唯一下落不明的 就是第114师团长莫松茂志 据古兽夫案主审法官业在增的后人介绍 莫松茂志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 最后逃脱了审判 本文史料参考天皇与日本国命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可遇看更多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